B-52轰炸机 和配合国际组织以及打击犯罪集团启动 美国政府批准生产了多达744架B-52 B-52轰炸机采用的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引擎发动机 外界57P-3流涡轮喷气发动机是由美国卫部公司研发出来的 共有8台这样的发动机搭载在B-52机身上 据检测得到单台推力达到38.7千牛 这8台引擎分4组 每个角落都装有这样的发动机 分别安装在发动机的短舱里 要挂在机翼上 突出于机翼前缘 不能说他们这样的装配 可以说完全是B-52能够保持平流存的维行 再看看B-52的军事武器装配 美国军方早已已经透露 毕竟B-52并不是什么神秘武器 上个世纪就已经研发的轰炸机 没必要一直隐藏着 美国军方主要在B-52轰炸机上装备 MK-28 MK-39 MK-43 MK-53 B-57等多种核炸弹 这些核炸弹的杀伤力 并不是普通的炸弹或者导弹能够比的 它的杀伤力可比那些普通的炸弹要高出 几十倍还不止 B-52战略轰炸机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220吨 载油量超过18100升 最大飞行速度达到0.8马赫 实用深限15000米 航程高达16000公里 比一般的轰炸机要高出许多 而且作战半径超过7000公里 也就是说大半个中国它都可以轰炸到 这些数据足够体现B-52的强大之处 B-52最大的携带量为31.2吨 它既可以携带普通的炸弹 也可以携带核炸弹 而且在它的机舱里还有一架6管机炮 这些军事武器的装配 使得B-52的杀伤力更上一个台阶 本来B-52的携带量没有B-1B多 B-1B的携带量达到了恐怖的60吨 这就意味着它比B-52杀伤力更大 但是由于B-1B的维修费用很高 所以美国不得不放弃这款轰炸机 按照美国当前的想法 他们准备把B-52一直服役到2050年 真正使它达到百岁高龄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网络 由老兵书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